出場 你也不需要跟大家拉近距離 到這種地步滾出來 對啊 你嘻哩呼的滾出來 不是滾出來 是以超人般的姿勢出來 我知道 我懂超人滾出來對吧 不是 他是比較慢動作的超人 好 不管怎麼樣 大家可能剛剛一聽超跑 就覺得昂貴 高檔 結果他出來的方式 這麼親民 來 我們剛剛有在 我們在討論 你有負責改裝 改裝 我也親民嘛 快快快 對啊 好 不是 我僵硬 不行 聽下來 好 你是負責改裝 還是只是拍照啊 介紹他給消費者 我只負責拍攝的部分 我沒有負責改裝的部分 所以譬如說 簡單講 譬如說目錄 目錄有 還有 還有 你們還有哪些這個產品 會到消費者手上 我們 海報 海報也有 但是我比較做的是 會動的影像 影像啊 對 所以如果人家想知道 這個車跑起來 是什麼感覺 你就是負責拍攝的人 對不對 對 我是負責拍攝的人 OK 好厲害喔 你一開始就拍跑車嗎 之前應該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 拍攝的經驗 有拍過什麼美女嗎 比如說 有戲劇嗎 還是相關的 有有有 我從大學就開始 接很多案子 你是相關科系的嗎 我是相關科系的 那我到後來我有接觸很多 因為我 現在這個老闆是 我在大學接案子 認識的老闆 所以後來 他就挖我到現在的公司 好 好了 這個超跑的拍攝 總監 總監 藝術總監 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請 大家好 我叫林正賢 今年24歲 母羊座B型 我身高有177公分 體重65公斤 那我現在就 在這個 超跑改裝公司的廣告部 擔任藝術總監 那 我自己本身是不會大男人的 所以如果我女朋友 想要去任何的地方 我都可以陪他上山下海 那都是沒有問題 但是 如果要我跟跑車和 女朋友中間做選擇 我一定是選女朋友的 因為你比較喜歡機車 對啊 我這機車的選女朋友 對不對 好 這個已經把態勢表達得很明顯了 非常棒 現在就選了一張 小卡片 小卡片 在這邊 小卡片 小卡片 Let me check 咦 請問一下 為什麼是這位女孩 因為我覺得她笑容很甜 眼睛很甜 鼻子有點甜 你都喜歡吃甜的喔 都甜甜的 喜歡甜食 所以她還知道鼻子 只是有點甜 有一點甜 好 好像嘗過一樣 好 那麼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不錯的狀況 來問問看囉 面生的 為什麼面生 有沒有什麼人要告訴我們呢 來 星傑 王子妳好 我覺得妳長得實在太稚嫩了 可愛 看起來太年輕了 對 因為我感覺比較成熟一點 所以我覺得她太稚嫩 這樣我好吃虧 好吃虧喔 這樣她旁邊覺得變成姐姐了 對啊 萱兒 王子妳好 一直覺得蠻可愛的 對 妳看 同樣是 對 我覺得可愛 對 歌曲敏感 同樣是可愛 可是 感覺就不一樣 對啊 再一個 不一樣喔 好可愛喔 你幹嘛 還有沒有... 這邊量真的氣力很高耶 我覺得王子出場就是很特別 滾出來了對不對 對啊 還說自己是超人 對 而且很幽默 我覺得很可愛 很有趣喔 我覺得王子真的是我們節目史上 第一個這樣子滾出來的王子 真的嗎 其實妳有一點點 因為一般王子來都會有點想耍帥 或者是耍幽默 可是妳真的是還蠻特別的 妳想這招有沒有想很久 還是一想就想到了 對 我還沒來就想做這樣子了 妳就想要這麼做了 對 沒有想很久 譬如說要帥 要怎麼樣 結果最後覺得滾出來 沒有 我本來沒有想說 你們會用滾出來這個名字 所以我覺得 我是很帥的往前翻 因為他覺得 他帥的表現跟其他王子不太一樣 那等一下可能還有很多 妳想像不到的事會出現 好可愛喔 好 剛剛這邊還有 還有安安 我覺得因為王子 他喜歡攝影 然後我非常喜歡攝影 然後而且我也是 再來設計這一塊就是 非常熱愛 就是我最喜歡設計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吸引我 而且他很可愛 謝謝 好 還有芝芝 還有芮芮 沒關係 王子妳好 因為我覺得 那個王子的笑容 真的很陽光 而且滿腼腆的 真的很可愛 剛剛這邊還有嗎 芝芝 芝芝妳不是有話說 王子妳好 我覺得妳的笑容很甜 然後又滾出來 就是還滿活潑的 還滿符 我想要找的那種類型的男生 好啦 好的 大家對他的印象 亮燈的印象都不錯的樣子 還不錯的 來看看 王子的生活 我的興趣呢 是拿著吉他彈彈唱唱 那從我的生活裡面呢 找一些靈感 而且呢 我就把這些靈感呢 自己寫成歌啊 寫詞 寫曲 自己拍攝 那自己後製簡介 全部都我自己來一手包辦 那我到目前為止呢 大概已經有十首的作品 而且啊 每一次我完成一首作品 我都會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我女朋友分享 另外我有個特別的興趣 那就是蒐集英雄 我喜歡蒐集各種不一樣的英雄 因為他們擁有可以保護愛人的能力 而且他們代表的希望 他們代表的光明 他們可以讓我在創作低潮的時候 擁有力量 我喜歡愛笑 有想法的女生 你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成為年術的Hero 好 可是剛剛在生活影片當中 他現在你好像會助彈助唱喔 是 我現在很厲害 還會創作 音樂喔 還不錯 今天要不要來一下 那今天有帶你的吉他來嗎 今天沒有帶吉他 蛤 沒有帶吉他來喔 吉他 但是有帶歌聲來 我帶菊花咧 吉他 他說得好 有帶歌聲來 沒有帶吉他 可是有帶歌聲 對 把自己最好的一個部分展現出來 是的 一邊彈一邊唱其實是 有容易出錯的狀況 對不對 來 要唱什麼 自己的歌還是唱別人的歌 你 讓我先唱 還先唱喔 好 先唱 等一下再後唱 先唱什麼歌 我先看反應好了 曹格的Superwoman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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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順序 有跟這個阿毛老師對過Key嗎 還沒 還沒 那你起一個Key先 妳是我的Superwoman 好 來 阿毛老師 我們找Key 妳妳是我的 OK 隨時請給她 You are my superwoman 拥有你在身边 无条件给我 梦寐以求的温柔 But I am only human 怎么能不懂你多寂寞 才认得犯了错 不能失去你 还有一句吗 没有了 好 他声音还蛮特别的 对对对 而且他的Key也蛮特别的 对啊 他刚刚起了那个Key 对 起了Key 然后他不跟他的 他就变心了 对 我觉得一开始起了Key不好 我要再唱 再高一点 唱到一半 再高一点 唱到副歌 他一本字显示什么你知道吗 他这个人属于步步高声型的 对对对 属于艺术家的步步高声型 对 他比较神经所运 一直有变化 好 好 勇气可嘉非常好 来 接下来 看看有没有这个亮灯的朋友 亮灯的朋友要跟王子来 来 做交流 来 艾格 艾洛 艾洛 又唱错了 变成我了 你被我影响了 对不对 他说我老是叫错 然后他就跟着我叫 你很奇怪 你干嘛要宣我 不是 因为我已经叫到 我已经混乱了 到底是格还是洛 没关系 你叫艾格洛 艾格洛 艾格洛 好 艾格洛 那王子你好 就我刚刚在介绍影片看到那个 公仔啊 就我也喜欢DC的 人 对 所以就是公仔部分 就还蛮是个点的 所以就留你灯 公仔分两大品牌 对 他喜欢DC的 跟DC 你喜欢哪一家的 我喜欢DC的 所以你是喜欢超人那一版的 对对对 好 还有呢 你有没有自己想要跟哪一位 聊一聊的啊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你学什么啊 你开心嘛 那个 小秀春 小秀春吗 对 小秀春 小秀春 为什么留灯 因为我觉得他 除了外型很可爱 又很阳光之外 然后他又会音乐 然后多才多艺 很加分 对 好 再来一个阶段 谁推荐你 我表哥 表哥 我表哥 你为什么要想那么久啊 最重要的阶段 所以很慎重的告诉大家 来看看 表哥的推荐 大家好 我是郑賢表哥 郑賢从以前 对自己的未来就 很有想法 只要确立好自己的目标 就会去勇于追求 并努力实现 从小他就是 一位非常幽默风雀的小孩 在家族的长辈眼里 他真的是一个开心果 总是让大家非常开心 然后欢乐这样子 生活上呢 他是一位多彩多月的人 做实做曲 根本难不倒他的 就算你要在现场 叫他即兴演出 也是没有问题 希望在场的美女们 给挣起一个机会跟肯定 选择他 不会让你后人相信我 太棒了 有两位 可能不会后悔的女生 留了灯 分别是 艾洛以及安安 好 我们请她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妳看如何 好 来 艾格洛 艾格洛 嗨 王子你好 我叫艾洛 今天23岁 天秤座B型 是幼稚园老师 好 安安呢 安安 请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世新新闻跟英文毕业的 然后我本身从小就学 音乐艺术跟舞蹈 就是小提琴八年 在弦乐团 然后还有钢琴五六年 以及就是芭蕾 然后就是很多东西 然后我本身也很爱设计跟摄影 然后我刚刚会留灯 其实就只是因为 我自己半夜也都是会写词 然后我对音乐方面的男生 还有设计就是 就是兴趣相同所以留灯 感觉很倾心 喜欢有这方面才华的男生 他自己的内容也很丰富 对 各位 我们要听听看王子 对这两个女生提出的问题了 请问 请说 好 你们好 我的问题是 如果你们在社群网路的聊天室 或者是其他的聊天 在跟人家聊天 你们觉得已经话不投机了 你们会用什么方式结束 这个话题 说再见 来艾洛签 艾洛 艾洛 艾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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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就是有礼貌的结束吧 那你会用什么样的字眼 对啊 怎么讲 怎么样有礼貌 你会用什么字眼 之后再聊 如果之后没有跟他聊 就不会跟他讲之后再聊 所以你会怎么讲呢 就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希望再也不要碰到你 他笑了 喜欢这个方式是不是 还不错 很逐接很逐接 你说你在有礼貌的方式 对 有礼貌的结束 可能就像艾洛那样子 跟她说不好意思 我可能有什么事情 这样子 然后要先走 好 先走一步 就说不好意思 我有事情先去忙 但是后面不要说再聊 对对对 先忙 因为不想聊了 好 艾洛 因为我自己 就是半夜灵感很重 我可能会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可能要去写个歌词 或什么之类的 这样比较 那万一不是半夜聊呢 是下午呢 对 他就要写 我半夜灵感来了 我现在先去 下午 我可能会跟他说 我可能会要说 我现在要去上游化课了 我准备要出门了这样 他就一定要讲一件事就对 真的没事就说 我肚子痛 对 我就会说我身体不舒服 因为我 不太敢拒绝别人 不好意思 所以他一定要想一个理由 对 因为我就是 OK 朋友很多 所以就 就我不敢 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陌生的朋友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你很烦耶 好 OK 王子 这样清楚了 了解了吗 这两个人的状态不是很相像 对啦 有一点点不同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王子 在两个女生之间 一个是安安 一个是艾洛 好 可以了 准备好了吗 王子的决定 请开始 GO 你为什么会那么辛苦 来 请留步 稍微后退一点点 来 后退一点 往最好的地方 没事吧 我终于出事了 我本来预期的不是这么小小 我本来去啪啪整个 好坏性喔你 有没有 刚刚那边我还说你可能会 你 好 重点 可以吗 在别的地方 第一次来的朋友 安安 对 第一次来 来 请问一下 就已经配出去了 好 请问一下安安 为什么留灯到最后 我吗 对 其实我有点生亚 为什么他会选我 我想知道原因 好 那我们来问男生 他问你为什么 既然知道最后 结果他问男生 为什么要选他 好 那先问男生 好 来问男生 男生 男生 因为我觉得 会跟我说他 半夜要去写歌 这个idea 我没有听过 就很酷 喔 原来瞎掰也是一种酷啊 不是要瞎掰 不是 你不是说 我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理由 一个说法吗 可是我真的每晚都在写歌词 我没骗你啊 好好好 没关系 我没有人骗 没有人骗 好 没关系 来 为什么一直留灯呢 就是他几乎兴趣都跟我一样 不管是 其实我现在要准备考硕班 然后还有创业 然后其实是设计相关的 然后我的梦想 其实是未来成立一个基金会 对 所以就是 就是比较跨领域的 所以他也是比较跨领域的人 然后有时候我会被当成外星人 因为会的东西太多 大家都觉得我怪怪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希望王子可以受得了你 OK 恭喜两位一起去跨领域吧 再一起去 就是我 就是我人生 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完美 不要急 跌倒了 再爬起来就是了 爬起来了 再跌倒 不要了 圣诞节要快乐喔 不要跌倒 要去休息吧 走 今天的感想 因为大家都说我可能 太年轻 对 那其实 我觉得我在可能同年纪 来说 我遇到的事情 接触过的事情 可以让我的成熟度 比同年龄来说 还高很多 对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他们是多虑的 耶 来 来看看王子的介绍 王子 要怎么看到背 我早上在桃园 中午在台中 晚上在台南 全身跑透透就是我的工作 大家好 我叫庄桂林 我是一个精密零件的运输人员 虽然我不是科技工程师 但是我依然需要背负着高达 数百万元的精密工业产品 或许我的工作并不起眼 但是我是半桃围产业 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就是台湾科技产业 背后的无名英雄 阿林哥 桂林啊 有桂林喔 什么 装桂林啊 她本身不是贵人 她假装是贵人是不是 不是 她本身是贵人 可是她是假的贵人 那不是一样吗 她一点都不讲 因为她运输的东西都是最贵的 有道理 你看 你讲错了啦 好 欢迎王子出来 欢迎